嗨 大家好 我是Storys 又到了我們網購爆紅商品實測時間 那這個系列呢 我們會買許多在網路上廣告打很兇的居家用品 替大家實測看看好不好用 今天呢 我們要替大家實測的就是這個 這個商品呢 就是我看到它的廣告我覺得超神奇的 就可以在上面黏各種東西 沐浴乳啦 筆啊 筆筒啊 都可以黏 可是你把它撕下來之後 牆面又是五橫的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我說它商品的樣子長這樣 實體的話它的膠帶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因為我們今天準備了許多的東西 要明年看給大家看看它可以承重多少 我們先實測我們平常的水泥油漆牆面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實測貼在牆上的效果 黏這樣子 目前如果我這樣用手去拉的話 它是滿黏在牆面上面的喔 然後呢 它上面有個塑膠套 我們把它撕下來 好 然後就這樣 然後它廣告說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一直不斷的用這一片 一直不斷黏新的東西 看看它的效果怎麼樣 好 那我現在實測就是這些筆狀的東西 這些東西感覺是比較好黏的 然後我們先黏黏看 OK 感覺是滿老的 我們先讓它黏一下 都還OK 都還行 到底是要把這個東西黏在這邊要幹嘛 其實我只要稍微碰到它一點點就滿黏的欸 目前測試是這樣是OK的 我們把它拔下來看會不會很難拔 等一下 是滿難拔的喔 是需要用一點力 所以它黏性是滿強的 喔 等一下等一下 這塊被我弄到解體 啊 壞掉 怎麼辦 這是你的嗎 那這是誰的 我們使用這個 啊 等一下 底上面的切被弄出來了 這沒辦法了 好 我覺得 立可帶不適合黏在這邊 因為它的黏性真的很強欸 我覺得它很適合黏的東西 是比較像是 你沒有那麼大的面積黏在上面 例如說它黏上去它可能只有一條線是黏住的 你這樣取開來的時候是比較好取 但是因為我剛才黏這個立可帶 它的黏在上面的面積是滿大的 然後其實它滿小一個的 所以你很難把它拔下來 所以我現在決定我要黏我的手機看看 如果可以把手機黏在上面的話 感覺是滿實用的 其實好像還OK 然後把它拔起來 我覺得可能卸妝的時候就很想要看手機 可是手機就是沒有那種架子可以讓我放 就可以黏一個這個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 邊卸妝邊看劇 我覺得倒是不錯 繼續黏下一樣東西 讓我們現在黏大一點的生活用品 那它就是重量就比較重囉 因為它現在還是滿的 所以我們黏上去試試看 等一下喔 好像沒有那麼黏欸 試試看這樣 看我不抽取好了 先放個一分鐘 看它會不會掉下來 因為我剛才黏衛生紙的時候 它是沒黏的那麼緊的 一分鐘 好 等它 那 好像還OK欸 我現在讓它們停30秒了 我覺得它真的黏得很牢 如果你是把它衛生紙黏在牆上 你這樣抽其實它都不會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如果黏衛生紙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你不太需要把它拿上拿下 如果接下來就是你們家是出來的 然後可能沒辦法釘釘子 然後可是你又想要放一些裝飾品的話 我們先來看看像這種重量的 到底可不可以黏在上面 我稍微壓一下 看會不會比較好 好像也還OK欸 欸 我覺得不太行 再黏一個 我覺得好像黏住了 就還OK 但是你如果一給外力 稍微移一下它就掉了 接下來 黏拖鞋 什麼都黏黏看 也是蠻老的 欸不行不行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試了小東西文具 然後剛才也黏了不少東西嘛 你現在去摸這個膠 它其實已經沒有很黏了 不太適合黏上去又拆下來 黏上去又拆下來 所以我們決定先把這個換掉 我們把它撕下來 我覺得不好撕欸怎麼辦 就是很容易 你看它這樣子 然後你要撕力的時候它就會被你扯斷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拆下來根本就是不太可能 因為它的廣告是說 我們可以把它水洗過後之後就能重複使用 但是因為我感覺發現根本拆不下來 所以我先用沾濕的抹布把它表面上擦一擦 把它自然亮乾 然後我們再來測試看看它的黏性怎麼樣 那我們就趁現在來實測 石磚上面的效果 那我先用漱口杯看看可不可以黏上去 好像有蠻實用的小小的洗鼻汁 但是我還是建議啦 如果你的漱口杯是比較會破的玻璃杯 可能就不要冒險還是就放著就好 喔不 怎麼辦 看到這個啦 狗猶 發生這種事情 這一片就沒救了 所以如果你在黏的時候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標籤子 它還蠻特別的是它也不會長手 有一些膠它可能會黏在你手上好像黏黏的 像它剛才碰到我的手其實我都沒有覺得很黏 拆除這方面我覺得是不會到很累 但是你還是要花點時間去把它摳下來 輕輕的可以這樣拉 就很像3M的那種無痕膠帶 你卻是沒有很機會 我是覺得黏吸收盒好像還不錯 如果你們家裡沒有空間 你就可以把吸收盒黏在牆上 使用我覺得還OK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有個麻煩的點是 但是你拔下來的時候 它與牆壁的那個接縫會有活絡 我把它壓一下 接下來我們黏更重的東西 大罐的就像這種沐浴 試試看它會不會掉 好像還OK 那我們接下來黏 吹風機試試看 但是我是不是很推薦啦 因為吹風機這種東西就是很經常要拿上拿下的 只是想說讓就是測試看看 好像從輕的到重的都還算是蠻OK的 目前現在我看大概乾了 你黏看 用水洗過的這邊 感覺已經沒有那麼黏 那我們現在繼續黏更重的東西實測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試試看鼻桶 像看那種金屬實感的黏不黏得上去 好 這是已經 這是已經水洗過的 感覺黏性就已經 嗯嗯 沒那麼OK 這種金屬質感好像黏不是很上去 沒有比其他東西重 有可能是材質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黏這樣的東西的話 可能要斟酌使用 接下來我們是要黏 畫 其實這個畫還蠻重的喔 因為今天實測我們就只有黏上面 加一點壓力 這邊的黏性已經有點失去了 它就有點掉下來 那我們先拔下來 拔下來也還蠻好拔的 喔我的天 黏得太緊 就會直接把底下的漆給拉起來 那這樣子的房東也是會不高興 那我們現在用新的試試看 會不會跟它一樣 好 我現在還好OK耶 感受度還是新的這個比較好 但是 盡量不要黏在床頭這種比較危險的地方 好 那我們一樣把它拔起來 哇 怎麼辦 等一下 在那邊黏上去了耶 等一下 我們把這個 這原本有一個就是掛的東西 它現在被黏在上面了啦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啊 好…把它起來了 然後我這裡也壞了 最後呢 我們來替大家實測一個最重的東西 還… 磚頭 但是我覺得有點危險 我們現在黏黏看這個 已經用水洗過的膠帶 其實我覺得有可能會失敗 因為其實磚頭上它粉粉的 我覺得可能黏不太上去 好 我要很用力的壓 不行不行不行 沒關係 我們再給它一次機會 好 這樣好了 我們用全新的 為我們自己的安全 給它尊重 還是我覺得用在最低下 因為磚頭太恐怖了 所以我們決定黏在下面 一樣 那表示它是黏性一定是OK的 然後我們就試試看把這個黏上去 好 好 我來看看 是OK的耶 但是我手不敢離開 所以… 目前是OK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拔起來 可是我覺得有點危險 就是我剛才把它拔起來是 一瞬間然後就拔起來 然後沒有花很大的力氣 所以盡量不要嘗試啊好不好 盡量不要 好 現在實測結束了 然後我來講一下我的實測心得 第一個是我覺得它的黏性 是真的是OK的 你可以黏到很重的東西 當然就是你不要黏到太重 像我們剛才最後一個黏磚頭 它那個重量它其實都承受得住 所以它的沉重程度是滿OK的 第二個是我覺得它比較適合黏塑膠材質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可能不要凹凸不平 然後第三個是你表面不能粉粉的 不然你黏上去 其實那個膠帶手命很快就結束了 第三個是 雖然它的廣告強調是說 你可以拿上又拿下 但是我的建議是 它適合黏你不常常拿下來的東西 例如像是我們剛才有使用過的吸收乳啊 衛生紙 其實你黏在上面 它可能就是方便你抽取跟使用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膠帶很適合 小空間然後你沒有地方可以收納 就可以使用這個膠帶黏上去 然後它私下又沒有痕跡 我覺得很好 第四點是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黏在浴室 這種瓷磚的牆面 不適合水泥牆面 因為我們剛才實測它只有一下下時間 那如果你黏上去的東西 你把它拔下來的時候太用力的時候 其實你的東西可能不會被傷害到 但是你的牆面會被傷害到 像我剛才就不小心的把 我們牆面的那個水泥漆拔掉一點點 我自己是覺得我沒有用到很大力 但是它就是被傷到了 所以如果長時間的黏在牆上 再去把它拔除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 有一點點可能會去傷到牆面 所以它的無痕效果 我覺得是在 它可能在拆除的時候沒有那麼好拆 可能要多費一點心思 再來就是我覺得如果今天你發現 它的黏性沒有像以前那麼強 它的廣告是說 你可以把它水洗重複利用 但是我的建議是 就盡量不要這樣子做 你就直接使用一個新的 因為它水洗曬乾之後 我覺得它的黏性已經沒有像以前這麼好 今天我覺得這個 黑科技奈米無痕膠帶 我覺得算是 成功可以去購買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需求的話 但是因為今天的實測只有 讓它們放一下下的時間 我們有辦法放很久 如果想要放很重或是很久的東西的話 你自己還是要斟酌一下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如果你有想要我開箱什麼影片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